他曾官职副市长 试图一帆风润之时 辞职下海 乘资产数十亿的富商 我当时在辞职的时候 我想我就是开出租车 我觉得我肯定也没有 我当那个所谓的那个市长 要真的多得多 所以当时我就 毫无忧郁的辞职 他是旧物城吃 倾尽商业所得 坐拥千万件藏品 执掌中国规模最大 民营博物馆 我觉得我天生在这方面 有一点对旧物 这种重视和敌恋 也许就是他们讲的 就是一种皮 别人收藏多有生殖考虑 他却执意要做一个历史敲钟人 有生之年遇见一百座博物馆 并立主将来捐给国家 任何财富都是流通的 就道理手里边 他就走 捐给政府 他就固定 管奴这是中国最大名博物馆馆长 范建川对自己的定位 从2003年开始 他倾尽20亿身家 在成都建起 占地500亩的建川博物馆聚落 目前已开放32座战馆 是中国投入最多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 在中国其实对博物馆来讲 是一个新生事物 如果在改开放前 在1978年 如果有人告诉我说 范建川你建一个博物馆吧 我一定认为他是疯子 1949年以后 中国是不会有私人物馆馆的 一直到该开放前 范建川被老乡们炒作 范哈尔 哈尔在四川话里是傻子的意思 他年仅34岁就官职 宜宾市常务副市长 却毅然辞官下海 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震荡房地产事业如火如荼时 他又把亿万身家 砸向了开博物馆这个无敌洞 这些惊人之举 在很多人看来与傻子无异 范建川却很坦然 因为收藏是他从小就有的梦想 他的第一件藏品 是一张幼儿园的成绩单 已经保存了50多年 幼儿园的成绩单 我觉得我天生在这方面 有一点对旧物吧 这种重视和迷恋 也许就是他们讲的那种 就是一种一种皮 也许是种病态 但是我从小没有父母讲 我的这种物的收藏就比较重视 所以说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 一直到现在的 这种收藏就比较成体系了 那么这一算也是五十多年了 范建川的收藏品持续了几十年 在这期间 他的职业身份几经变化 插过队 当过兵 教过书 从过证 经过商 但收藏在他的人生词典中 无处不在 他通过捡破烂 逃地摊 众筹购买等方式 收藏了数亿万计的藏品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他萌生地建造一座私人博物馆的想法 于是他卖掉自己的资产 几乎把所有家当 全部投进了博物馆里 就是我们博物馆 2003年开始建 2005年开馆的时候 实际上老百姓很不理解 就是来的人很少 就是我们就举步为奸 我们的员工养不活 活不下去 每年是痛苦万分 每年要提几千万运行费 那么到现在可以不提他 就是他基本保持他的运行 可以保持运行 樊建川当过军人 加之父辈13人参加过抗战 仅剩樊建川父亲一人幸存 所以他对抗战有着特殊情节 建造了第一座博物馆 也是抗战博物馆 开馆前 他偶然在天津看到日军流下的碉堡 由于体积过大 无法通过收费债 于是把这个重达50吨的钢筋水泥駝子 大卸十几块 分装在卡车上 长距近2000公里运至四川 在他的抗战管理 飞机残骸 毛主席用过的办公桌 等上百万件文物 几乎都经他亲自挑选 辗转各地 甚至远赴海外得来 反建川博物馆聚落 圆了反建川的收藏梦 却也吞噬掉了他在京商时期 累积的亿万身家 但他的热情丝毫不减 十几年间 他又接连建设了民俗 红色年代抗争旧灾等三十余座份馆 我们博物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既有一部分是传承这种文化财富的 比如说我们的中医药博物馆 比如说我们的那种 就是金斯兰家具博物馆 但现在博物馆更重要的一个方面 是敲警钟的博物馆 比如说我们的地震 有四个馆敲警钟的 我们红色年代 现在开了六座馆 2018年9月 樊建川的新馆 辉煌巨变馆对外开放 数以万计的石料文物场景在线 以时间线索展开 隐居成一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光长廊 并置身其中的观者 仿佛走进历史 樊建川称 这是他最想做好的一个馆 不算文物征集 仅建馆的投入 就达到七八千万元人民币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把这个四十年间挪裂起来 而实际上是办了一个学校 讲了一堂课 办了一个课堂 让你去 花一个小时也好 两个小时也好 走过的是谁 然后你会想 哇那一年我出生了 那一年我上小学了 那一年我上大学了 那一年我参加工作了 那一年我结婚了 那一年我有孩子了 当你走在历史的隧道里边的时候 你走到每个年份的时候 实际上你会想到 你都不由自主地 会想到自己那一年我在干什么 它会缓到自己身上来 我觉得这个馆可能是 在全世界也可能也没有人这样做 目前樊建川的博物馆 估值八十亿元人民币 拥有藏品千万余件 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四百二十五件 从一个人奔赴四方寻找文物 到在全国见其 由四百八十人组成的寻宝网络 樊建川的收藏版图不断扩大 他对藏品的选择标准 却一直坚持处行 有迷人的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 还是以普通人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我今天发了个微博 普通人的账本子 很多人寄了几十年的账 他就家庭天天买葱买蒜苗 其实这些账本子 你几十年寄下来 他看得很枯燥 但当你把这几十年寄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物价的轨迹 还有家庭里边开支的变化 樊建川说 他建造博物馆是为了让现代人更热爱生活 更珍惜当下幸福 他曾立志在有生之年建造一百座博物馆 目前建川名下博物馆一朝五十座 早在2007年 樊建川就立下遗嘱 百年之后 掌管文物尽数捐赠国家 任何财富都是无东西 就到那时候 他就走 他不跟人家什么停下 你要买这种房子 他也不停下 你死了他就还得走 所以我还是认识到这种财富的 因为我自己去经济学 认识到这种财富的有功性 捐给政府 它就固定 每一个壮士 他在抗战的时候 他在什么地方战斗 他就在什么地方 他在什么地方壮业牺牲的 他就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什么地方